HELLO,大家好,我是Badjo 最近有幾位中國人在晚上的時候 跑到日本進鋼的白冰大冰海水浴場 其中一位不慎被海量捲走 而這個海水浴場在7月13號才準備開放 而晚間時段是不開放的 因為晚間時段沒有救生員 而他們偷偷跑去這個未開放的海水浴場 帶著游泳圈、帶著救生衣就下去游了 結果其中一位不慎被海浪捲走 那另外一名同行的中國女孩 馬上跑去附近的超商求救 甚至在這幾天也瘋狂打電話給中國大使館 她就發了小紅書 表示中國大使館的電話進來是空號 上網找了好幾個也都打不通 信箱也沒人理會 有沒有其他小夥伴有聯繫中國大使館的管道呢? 求求你們吧各位 在兩天後 這名被海浪捲走的中國女孩 才在千葉縣附近的一座島嶼叫野島嶼被發現 而這距離她失蹤的海水浴場 將近有80多公里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在海上保安庁的海上保安庁的隊員 乗組員に保護された女性は この後海上保安庁のヘリコプターで吊り上げられていきます 浮き輪をつけたまま海の中を36時間漂い 無事に救助された瞬間です 有人が海に入った後戻ってこない 流された場所から直線距離で約80km 千葉県の暴走半島を着て ワンピースのような水煮で浮き輪を抱えた状態でした 而最搞笑的就是 中國各大媒體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相繼報導 倒是把該女子的小紅書上提到 所有關於中國大使館方面的文字 給予屏蔽 馬賽克 而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更是厚言無恥 說我們在第一時間得知該消息之後 心力憔悴 悲傷不已 就盡力的配合日本警方展開搜救活動 你搞笑 那既然是這樣你為什麼把人家屏蔽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網路上有不同版本的電話號碼 有的空號 有的打不通 信箱不回 然後現在又出來蹭 我在日本跟在韓國都有中國的朋友 他們說 如果你能打進去中國大使館的電話 那你那天要去簽彩票 那是萬中選一的奇跡 當然也是打得通 真的要看運氣 要配合他們這些中國大使館的人員 他們想不想接聽 想不想上班打混摸魚的這個時程 運氣好 他今天心情爽 我知道那天剛好是他想要上班的日子 他就給你接通 如果他今天心情不好 或是想要混在裡面聊天 那他電話就有辦法給你調到 一直在通話中通話中通話中 而幾年前 我也邀請過我一些中國朋友 分享他們打電話 跟中國大使館 甚至親自到中國大使館 去交涉的過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回去我的頻道打關鍵字搜尋 那是中國境內 救災擺拍就算了嘛 你連到了海外 都可以做出類似擺拍邀功的行為 果然是羅刹國呢 還有人發現 最近在東京的六本目 有一群小粉紅在舞台上揮舞著五星旗 並且演唱鄧麗君的 我只在乎你中日混唱版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有沒有非常搞笑 我就問一下 可不可以讓多名日本人 可能蘇州的那一對母子啊 或是在東北極里的那一群美國人啊 在中國的夜店或酒吧 甚至在公園 拿著美國國旗 拿著日本國旗 在那邊唱歌 你看能不能搞 看搞了會不會被尬 而更搞笑的是 鄧麗君是反共立場的啊 雖然我不確定 我們假使鄧麗君還活著 他會不會因為深信 自己是所謂的中華民族那套理論 然後步上了舔共的步伐 我們可以發現 有些人就是深信中國人那套嘛 對吧 兩岸都中國人 只是分治中華民族 唯大復興 我看到中國高樓大廈 去那邊他們人多嘛 雖然這個客單量少 但人多 效益啊 總比賺兩千三百五十多萬 台灣人的錢還多 台灣人一個人給十塊步 他們一人給一塊的多 所以會不會步上舔共的後塵 這我不確定 但起碼他在有聲之年是反共的 那你還唱一個反共的人的歌 而最近啊 中國的油罐車事件 火騙全球啊 日、韓、美、英、歐、台 泰國啊 甚至中東地區 東歐地區 這個我不曉得是俄語啊 保加利亞語啊 是哪一國的語言啊 反正就是這幾個地方都報導了 你就看到 全世界基本上都報導過了 那你還說這種事情非同小可嘛 就有一個網友分享說 他從疫情期間啊 被很多非人道不理性的封城嘛 然後好多次都是 他一個人去跟居委會 或是跟這個小區的人啊 反應 幫大家爭取到的一些福利 應該不能說福利 你們本來就應該享有的權利 然後呢 大家都坐享其成 甚至還有人在 他的這個微信朋友圈 在他的群組裡面痛罵 欸你這樣反而搞砸了 會害我們大家一起受累 結果呢 不巧 他成功了 你們有一些福利了 然後大家坐享其成 他就發文表示 為什麼從疫情期間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星星報 每個中國人 都在坐享其成 他很心寒啊 而在中國不僅僅是陸地上的油罐車被曝光啊 食用油混裝才稀有之外 海運的船啊 也為了省錢啊 在美式的轉運過程中啊 都購買了夾洗艙的證明 來證明喔 這個艙會有清洗喔 但你可能上次是裝工業油 你這次是裝食用油 然後中共就說 OK好 那我海陸也發現了 我要嚴查 你在搞笑喔 欸我們退一彎步來說耶 不管是陸地上的油罐車或是水陸的船隻 你不管有沒有清洗 你運食品的就運食品嘛 運工業的就運工業的嘛 或說你這個船上有兩個倉位 左邊是運石油的 右邊是運這個食品的 那你就固定這樣運 這不是洗不洗倉的問題耶 難道你們小粉紅會把碗當成尿糊 然後洗乾淨之後再裝午餐吃嗎 啊當然啦 你們的吸份車就是這樣運水給你們的 結果現在有一些中國船長啊 他就跟香港的記者反映 哎爆料這件事情出來 好了 以前啊每趟買個假證要三千人民幣 現在爆出來肯定每個假證要破萬以上 從這個中國船長的過往觀點 我們可以得知 中共是怎麼處理事情的 所以不是清不清洗的問題 反而是讓購買的成本變高 又再發國難財了 而今天中共召開了關於經濟的三中全會 結果異常的是什麼呢 中共並沒有像過去那樣大幅的報導 中共從去年前年大前年 甚至每個會議都會很擴大的報導 熱搜前三嘛 但這次基本上熱搜前五都沒有 好不容易有一個前七的 熱度馬上就下去了 然後呢在下午他才開始置頂那個熱度 那個置頂是比第一名還高的 但是那個熱度到我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僅只有1000萬 你要知道當一個重大事件發生 或是中共國國慶啊 或是這個兩會的時候 或是前幾年的時候 這個熱度起碼是衝破億的 那看來中國經濟真的是蓋不住 習近平沒招了 我們可以發現 中共第二季的GDP同比增長了4.7% 不如市場預期的5.3% 內需不足加劇 社會上的消費品啊 只佔了2% 更是低於預期標準 房價也是9年來的新低 要知道這已經是中共美化過的數據哦 怎麼說呢 中共的GDP同比增長了4.7% 對吧 但你去看它裡面的細項 你會發現很多都是央行印鈔 印鈔之後呢 借貸給國營事業單位 國企央企或是有相關的投資單位 或是一些基礎建設的投資 這個佔多數 而民間外資投資的佔相對少數 那你說這個算什麼GDP成長呢? 這是實質的嗎? 而中共就是用這種手段 去欺騙小粉紅 跟沒有做功課的台灣網 經濟熱在動 所以會漲 中國經濟沒有在動 通縮 然後它的GDP 還比美國漲得快 漲得高 我們看這4個表圖 這是中國70個大城市的房價 二手房價連續6個月瘋狂下移 但是中國可以發現一個很奇葩的現象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高級奢侈品 是消價競爭或是降價競爭 惡性的競爭 我說了這個高價奢侈品 我們可以先把它理解為汽車房子 珠寶反而先不歸類在這一塊 為什麼我後面會講 然後呢 民生用品 風掌 比如說泡麵 有關麵粉類的 我們可以發現從2022年開始 中國的麵類食品 麵粉類的食品 都在默默的上漲 為什麼? 很簡單嗎? 第一個 中美貿易戰 中國要跟美國跟加拿大跟澳洲購買小麥的那個數量的特單價變高了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鵝烏戰爭嘛 小麥本來要從那個地方運過來 但因為戰爭嘛 很難運過來嘛 或是運過來成本會變得非常高 那怎麼辦? 你只能跟美國、加拿大、澳洲嘛 那這三個國家又是聯盟 你以前跟我玩貿易戰 所以啊 都在加大中國這些成本 OK 我們話說回來 在中國 普通人民沒有錢再去買像那些高級品 所以啊 降價競爭 我們可以從汽車房子觀察到 那為什麼通說的中國民生用品還在漲呢? 因為民生用品是必需品 再加上我剛剛講的那些國際環境 因為你太窮你也得買不然你餓死 所以你會發現 在中國 你買不起的東西在降價 你降價的還是買不起 你可能好不容易貸款買了這個東西 但它還在降價 但你是把它當作投資耶 那在降價你不是就斷供 你就破產 你要把它降價再賣出去 所以又一直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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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 好多人都在斷供 都在把自己要投資的房子 脫手賣出去賣不出去 斷供睡路邊 中國這兩年的私信人數是越來越多 而你需要的必要品一直在漲價 但是啊 我剛剛前面講到的 金品珠寶類是比較沒有受到太多影響的 因為有錢人他即便在通說 他還是有錢啊 他還是有海外投資項目啊 他一樣可以買金銀珠寶啊 房子降了 車子降了 他更開心 降到一個點的時候 他全部再買回來 但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就非常艱難了 雖然假日還是有客人 但是明顯發現啊 客單量減少 或是這個 客單的總消費也是減少 所以消費降級不是我自己在造謠說而已啊 李強自己也承認 看到一堆中國的小老闆或是餐廳業者 都在西瓜視頻啊 抖音上拍說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還難啦 發現消費降級啊 外網不是胡說的啊 是有憑有據的啊 那很奇怪啊 他們在外網 又沒有在中國生活過 也沒有在中國開過餐廳 他們怎麼知道中國現在在消費降級呢 但是啊 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不敢怪罪於政府 那我們看這張有紅有綠的圖 可以發現啊 中國第二季經濟回落的比預期還快喔 現在中國啊 他的成長是依靠著僅有的外需在撐 以及他的央行印錢給國營事業單位 去撐那個GDP 外需爛的沒話說 CPI不如預期 M1跌幅擴大 我就覺得中國各種數據 都是相互矛盾跟奇葩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經濟 接下來該怎麼救 能怎麼救 應該要說大家都知道問題 但是大家有沒有辦法 真的去解決那個問題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過喜歡記得一定要幫我放手 我是爸爸小姐啦 拜